好 歡迎大家收聽《無極限地帶》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Amica 今集很開心 我會和我們的嘉賓伯士 分享一下她作為動物傳心師的喜悅樂 或者是甚麼感受 今集的題目 我們的名字就叫做《我的動物同學》 在說回內容之前 首先我要介紹白氏 白氏 Hello 各位好 我是白氏 白氏至少已經具有敏銳的第六感 生活經常出現奇遇和巧合 很多親友會視為奇談 十多年前白氏已經發現自己可以和動物溝通 但因為可能很多親戚朋友他們不明白 始終不是她 令到她自己一路迴避這個特別的特點 一個特徵 直到幾年 差不多時候 有些突然間發生了巨變 她在人生路上找尋自己的方向 其實她發現她從來都和動物有緊密的聯繫 漸漸她就認定了她自己作為一個人類和動物 一路溝通的橋樑 是幫助療癒心病的動物 以及怎樣和他們人類朋友溝通得更好 令到大家都共同創造更好的道路 而白氏的客戶是包括武道家、梅卓燕 以及各個界別的人士 而她的客人除了中港台之外 都有涉獵到美國、澳洲、日本、馬來西亞等等 而她之前都接受過不同媒體的訪問 例如港台、雜誌、經濟日報的訪問 所以可能你們之前都聽過白氏本身的經歷 不過未聽過或未聽過其實都不要緊 我們很開心 這次白氏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她作為動物傳心師的歷程 首先一個很老的問題 其實我也要問 白氏其實有什麽原因令到你真的認定了 做這個動物傳心師做你的職業 是不是好像有雷劈那樣 有些人說有雷劈下來 接著就說我要我要向哪裏走 我要做這個路徑 我想其實也沒有這麽戲劇化 不過我自小其實都見到動物 有時譬如我心裏面想 譬如見到鄰居一隻狗 我心裏面想 嗯,我很想你走進去那個位置 某一個角落頭 我心裏面想,小孩子那時候 那隻狗好像聽到我說 它真的會走去某一個位置 但我小時候我會想 可能是我自己想的 可能它剛巧走去那個位置 那會有很多懷疑 我想其實很多我們的行家 或者做我們這些做傳心 或者做治療的人 都會覺得最初在發現自己的特質的時候 都會覺得可能我認不住 可能剛巧巧合 其實我覺得最令我深刻的是 大概是十幾年前 我自己離婚 那時候我自己很低 有一次我去了 朋友邀請了我去南馬島 去散心 和我媽媽 我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我去南馬島 那些小鳥會飛到我肩膀 嘩,演戲啊 我就說,白雪公主嗎 然後我去到一個沙灘 那個沙灘其實是 不是那些法定的沙灘 就是任何人可以帶狗去 或者玩沙灘排球 在那個沙灘裡 很奇怪的是 有很多人帶了狗去玩 我坐在一棵樹裡 心裏面是空白的 我腦是空白一片的 因為那時候可能很疼 很奇怪的是 那些狗是去到我的腳邊 烏烏的聲音 很深地看著我的眼睛 還有那些狗又會去安慰我 我覺得它是安慰我 那時候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東西吃的 我又沒有養狗 我又沒有狗味 為什麼那些狗會走過來呢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又覺得那些狗 好像是知道我不開心 是想來和我做朋友 但我覺得我承認 那時候 但你害不害怕 我又不害怕 但我始終在想 可能我那時候 真的下跌到 整個人好像行屍走肉 裡面是空白一片 那時候我只是覺得 那些動物對我很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也沒有理會 我記得其中一隻狗 它是 我坐在沙灘上面 它直接是 捕在我的腳 那裡 小腿那裡 然後它就是看著我的眼睛 然後它的主人 怎樣叫狗走呢 那隻狗都不捨得走 都是要看著我 烏烏的聲音 就是和我領我 等等 因為我自己本身 是喜歡貓的 從小時候開始 跟狗又不是關係很好 那次我也覺得很奇怪 後來我有機會有了一隻貓 它是一個英國短毛貓 而有一次很偶然 就是這隻英國短毛貓 它很喜歡出去玩的 它就是被一單車弄到 它受了傷 應該是受了傷的 但我看不出它受了傷 因為貓其實是很癮得痛的 那我的朋友 就想著去幫這隻貓 做一些Healing 那我就見到我朋友來到 他就去幫這隻貓做Healing 那時候我坐在中間 我感覺到 咦 為什麼我的額頭有些震盪 什麼來的 然後我就覺得 那隻貓又很配合朋友 他懂得去移動他的身體 去就我的朋友 因為我朋友就說 其實他在發一些能量給這隻貓 於是我就在想 咦 能量這件事這麼有趣的 那開始我就在想 咦 其實 那朋友就跟我說 其實這隻貓 是知道我 是要來幫它 是給能量治療它 然後這隻貓還要知道 什麼時候是收購能量 它會懂得走開 我說 咦 可能其實 動物是可以溝通的 嗯 還有其間有個插曲的 那時候呢 其實我就搬去南亞島住 那我有一天很偶然 就看到一個朋友 看著一本書 就是關於動物傳心 那就是一個以前的一個講者 叫何婉瑩 嗯 她應該是香港第一代的動物傳心師 那她就去了美國 就跟一個我們所謂的動物傳心的祖師奶奶 叫Panelope Smith 好像叫Panelope Smith 跟她學 然後她就寫了一本書 那我看到這件事 又覺得 咦 這麼有趣的 那開始我把所有這些線索 就是組織在一起之後 我在想 那我可能要學一下 因為其實我想知道我的貓在想什麼 嗯 還有一個插曲 不好意思 踩桌插曲 就是很多年前 我看過一本書叫做 《海邊的卡夫卡》 《村上春樹》 嘩 很深的 對 那她的書裏面 也挺深的 但她的書裏面有個角色叫 鍾田先生 那個鍾田先生 他可以跟動物聊天 他真的可以 他就說他是個小朋友 這個鍾田先生 小朋友的時候 去露營 就被一個雷劈倒了 真的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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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可以跟動物聊天 很有趣的 她可能那些 她的翻譯也很有趣 可以翻譯到 請多多指教 可以說到這些話 總之 我想涉獵這件事 我就去了讀 去學這件事 你哪會學的 我是跟一個老師 她叫Nina 她是一個運血兒來的 在香港學 是在香港學的 我跟她學 原來我都是她第一批學生 我記得其實都很開心 其實那次是在她家上課 但是最有趣的是 我去到 Nina老師就問我 有沒有做靜心的 就是meditation 我說有啊 她說不如你們 大家一起做一個靜心先 我說好 然後她就說 不如你試一下 跟你自己的貓貓 聊聊天 你帶了那隻貓去嗎 沒有啊 其實她只是需要我們 想著那隻貓 心裡想著那隻貓 而我們的intention 設定了 是跟那隻貓聊天 就可以了 我發覺原來 馬上我就可以 按進去 跟那隻貓聊天 然後我就發覺 原來 那老師就說 原來你是認識的 那就不用學了 但是我又給了錢 沒有匯分 所以我又覺得 沒有法子 我就繼續上課 我覺得其實也好 讓我知道 很有系統 知道整件事是怎樣 但是 完了之後 我最初是想著 只是跟那隻貓聊天 但後來我發覺 原來 當我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幫到很多人 因為我要去練習 上課的時候 我要找這家人的貓 那家人的狗 在過程中 原來我發覺到 這些動物傳心 是跟我開了一個 很大的世界出來 即在我面前 整個門 打開了很大的世界 令我知道 其實當我可以幫到一些 在人類和動物朋友 聊天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做了很多事 是可以幫到人的 於是我就想想 這樣我可以做這件事 接著老師也跟我們說 其實我們做的 全心是需要用到能量的 所以其實不可以 免費幫你做的 應該有一個交換 現在其實最好就是 譬如你幫我做一些事情 但是對方未必有 他一些服務 在我需要的情況下 可能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他給我錢 明白 其實今年 是我做動物傳心 第十年 真的要慶祝一下 這個節目就是慶祝一下 好多謝 剛剛得到這麼巧 真的太好了 挺好 其實我有點得意 因為其實 有個故事 我之前起一個題目 給白士選擇 原本我就想著 我們普通人 用電視劇的名字 來跟他說 寵物情緣 誰知道原來 他跟我說 這個名字其實 偏差了少少 最後他就改了 我的動物同學 其實你可不可以 和我分享 一貫人 只會跟我們說 這個狗 我的寵物 寵物和動物 在於你作為一個動物傳心師 或者和動物 一起緊貼 走了十幾年來講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寵物的意思有少少 好像是 我寵恨你 我寵愛你 好像 我覺得情況 好像是 有一個從屬 有些人好像說 我是它的主人 它是我的寵物 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關係 其實在我做傳心的經驗 告訴我 其實動物和我們是平等的 和他們是我們的同學 其實是根據一個 基本的一些東西 就是其實我們人類 正如我們平時 可能在其他的集數都講過 人類來到地球 是學習的 是學怎樣做人 或者去愛 無論愛自己 或者愛其他人 所以其實動物一樣 他們來到世界上 其實都是去學 一些比如愛 或者其他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們對我們身邊 是學習 既然大家都是同學 我們同學是很平等的 不會說 喂 你幫我玩書包 不會這樣的 我們都是很平起平坐 所以我就會用 動物朋友 或者狗友 或者貓友 這個字 而不會用 它是我的寵物 我是它主人 我不會這樣說 明白 都很有趣的 其實 有些少許資料分享 當然 這一集我不可以 只給白時自己講完 我都要做些少許功課 其實我就有些少許功課做到 有一個很出名的先生 我叫Diane Cooper 她是一個英國的先生 她出過很多本不同的書 關於天使 或者亞特蘭提斯 可能你們會說 什麼叫亞特蘭提斯 其實 她是一個很古代的文明 大約是25萬年前 不止的 總之是很多年前的一個古代文明 其實是一個很先進的時間 其實這些都不重要 其實 在Diane那本書裏 其實有些少許資料 我覺得很有趣 想在這裏 跟大家作出一個少許的分享 那其實很多狗 動物 或者貓 其實不同的生物 來到地球 當然 可能會說 他們是細胞轉變 或者怎樣都好 這個是科家的說法 但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外星文明的說法 所以根據Diane那說 其實 狗 貓 或者兔子 或者其他不同的動物 其實她都是在不同的星球 是帶來地球的 目的都是跟我們地球人一樣 在這裏做共修 去學或者幫我們 譬如狗這樣 基本上 狗其實就是同種的 但是他們有不同模式 當然漸漸地 他們會顯化了不同的品種 而最接近原本的品種 其實就是 勒車犬 是獵犬的一種 其實為什麼我們外星文明 要帶一些狗來呢 其實最主要它的功效 其實你覺得很奇怪 狗的壽命通常都是十三至十五歲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狗 初初來地球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跟 它的職責 其實就是陪著一些小朋友的成長 你想想 小朋友由小到大 由零至十五歲 其實是最重要的時候 而狗是會幫這些小朋友去學習 怎樣跟他們相處 怎樣去愛護和保護身邊的所有人 透過它怎樣跟狗去相處 而狗而無私地去學習 保護關照小朋友 其實大家是相互這樣成長的 其實都很類似我們現在 日常狗的功效 其實狗 狗 其實它還在做 它離地球一路的使命 基本上是沒有變 變的可能是我們人類 改變了我們對它的想法 當時狗更加會和小朋友一起上課 這個是狗 主要是貓 好了 第二個最流行的動物朋友 就是貓 我們都稱它為貓仙人 因為貓其實是一個很獨立 還有它已經是 引擎了的B形成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 開了名的導師 它已經是一個仙人 它真的是一個仙人 其實它沒有什麼需要向我們人去學習 反過來它是來幫我們 提供一個純正的能量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 就算古埃及 或者一些療癒師 或者古埃及的妙語 其實都會有貓的一些神像 所有東西 其實最主要就是幫助 去維持那個能量的純正 去幫它們進行一些儀式 所以貓在家裡的角色 可能都仍然在扮演保護家庭 和地球和家人的角色 第三位就是兔仔 你們猜不到 其實兔仔來了地球很久 其實它和狗一樣 都是類似提供保護小朋友 還有作為一個換伴的角色 就是好像陪伴小朋友一起玩 但是有一點不同 狗就會覺得它很保護性 它會廢陌生人或者保護家庭 它比較陽光的 比較男人 然後反過來 那個兔仔 你看到它無神神 好像很可愛 其實它提供的角色 就會是陰性的角色 好像媽媽的角色 可以去看護小朋友 它的心靈 令到它們有溫暖的感覺去成長 有少少資料的補充 可能在於你的 譬如阿伯士 你作了這麼多個個案 十年這麼多個案 其實你覺得 以上講的其實它們的特徵 在今天來講 它們是否還在做這個角色 我覺得也是 其實貓 我和貓的朋友聊天 它們是外星人 其實貓狗都是來自天狼星 貓就是 它們也說 如果用回它們在天狼星上面的樣子 給我們看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下跳 當然其實那個尾那樣東西 是用回地球那種審美觀 但其實在牠們上面 牠們一些都不醜怪 一些都不奇怪 只是我們看得牠們少 牠們都一樣 我覺得貓很有趣 牠們的零星很高 其實就是 我一個朋友說 他發覺很多學佛的人 都有養貓 這件事很有趣 第二件事就是 貓和狗很不同 貓是 你請不請牠吃東西 牠都可以喜歡就過來 不喜歡就不訴你 很有性格 很有性格 我覺得其實 有些人就覺得 高鬥啊 牠很囂張 可能覺得那些貓很不聽話 但我覺得有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學到東西的人 完全學到東西 我覺得 不是因為 所謂有自己有還 我才對你好 我覺得其實是 我有自己的時間 有我自己的節奏 有我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一套 我不一定是說 你請我吃東西 我要對你好 我覺得貓那種 個性 那種獨特的個性 是我們人要學 我覺得有時候 譬如我們 有小說可以說 譬如我們做些事 做事 上班做事 我們想做好好先生 但當我們想拿正來做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我們 甚麼是這樣的 不行了 受不了了 甚麼是這樣的 大家想開心 開心 要別人做事 但你真的要為人做事 對 我覺得其實 你需要學習 有一種 被討厭的勇氣 貓絕對是不需要學習的 牠本身就是這樣 牠怎麼那麼抽穿 你說牠 衰貓什麼好 這樣牠都不會理你 總之 我是不會嗲你的 我喜歡埋你便埋你 我不喜歡埋你便埋你 我覺得很有性格 這件事其實人都需要學習的 有回自己的領域 有回自己的時間 和自己的那一套 不一定是說 要想做好好先生 綿綿推緣 這樣 最重要我最喜歡貓 就是牠說 我就是這樣的 猶言自得 牠那句猶言自得 其實很想學習 很自在 跟狗有不同 我不是說狗不好 而是狗有另一種性格 牠是很忠誠 但忠誠得就是 比較凶猛 有時牠會廢那些不熟悉的人 沒錯 要保護自己的家人 是的 其實是很有趣的 其實你做過這麼多個案例 其實有沒有一些 你覺得一些 發人心醒一些的案例 可以幫助到大家 再了解怎樣 跟牠們的動物相處 我想我要講的是 倉鼠的故事 是的 其實 比較長一點時間 可能要 就是有一個女生 她是 戰轉通的朋友 找我做全心的 跟她做倉鼠子 全心 其實是倉鼠女 她叫明明 然後 其實那件事是甚麼事呢 就是那個女生的爸爸 突然有一天 在家裡暴斃了 那個女生其實找我全心 就是想看看她的倉鼠有沒有嚇到 因為那個爸爸 就在倉鼠籠前面 跌倒了 就死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我就用常理去想 我說這個女生 如果她經歷了爸爸過世 為甚麼不會想 其實她是否想想 跟她爸爸溝通 又或者她自己其實有沒有嚇到 為甚麼她不會問米 是的 她居然想知道 倉鼠有沒有嚇到 那好吧 那我接到這個命令 我就去做 那我發覺到 那隻倉鼠其實是 告訴我 就是 她傳了一個感覺 是她全身在那裡很震抖 很害怕 那我就問 你是否其實 因為見到這個女生的爸爸過世 所以你害怕 她說不是 她這個感覺 不是想表達她自己害怕 她的感覺是說 她覺得很無助 這個無助就是她 她知道爸爸的靈魂 是被時間所困住 為甚麼呢 因為爸爸不知道自己死了 於是爸爸每日去到某個終點 就是要餵倉鼠的時間 她又再次走到一個籠 打算餵倉鼠 跟倉鼠聊天 然後又跌在那裡死了 周而復始 每晚都再重複 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死了 於是那個倉鼠就有個提議 她說其實是需要做一些儀式 這個儀式其實都不是說 給一個生者的親人 即是給這個生者或親友 那些死者的親人去調現 這麼簡單 這個儀式是告訴死者 你已經死了 但是倉鼠可以知道這麼多東西嗎 是的 那我覺得很奇怪 那些人覺得 那些動物的腦子這麼小 還有牠們這麼小可愛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 倉鼠之前 之前是來過地球做甚麼 或者牠之前可能做過人 前世做過其他東西 我們是不知道的 其實我從動物全心裏面發覺到 很多東西很有趣的 譬如我們佛佳有講輪迴 可能說如果你做動物 其實是很適等的東西 你做人或者做先人 好像高級 這個時候是高級一點的 但動物告訴我 是有輪迴這件事的 但是牠們不是 今生做動物 下世做人 不是的 牠們可以做人 然後下世又做動物 然後下世做人 可以這樣轉來轉去 但有沒有一些貶義的呢 其實牠們沒有任何貶義的 其實在你自己的功課裏面 你覺得可能有些東西未學到的 可能你就去做動物 又或者可能 有些東西你可能已經過渡到 那你可能去做人 其實是 depends on 牠們的功課 而多於像佛家所說的 牠們有分等級 那樣東西 其實好像做舞台劇 那樣的 今期我要做主角 下期我要做梅香 沒錯 或者下一期我就做門口那隻狗 是啊 可能一對對白都沒有 是啊 是啊 我要感受一下做狗的感覺 其實我一直越來越做動物傳心 我越發覺到 其實人也好動物也好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屬於一個劇團 或者很多個劇團 這個劇團就是 今世可能就是我做人 然後這個靈魂就做我一隻很喜歡的貓 但下一世可能就是這隻貓 轉世它就做了一個男人 而我可能做了牠的一隻很喜歡的狗 其實就是我們不斷做不同的角色 應該說是這班的靈魂 這班雙屬的靈魂 好像劇團裏面的演員 不停埋班 不停埋班 不停開戲 不停做戲 每一次開戲 總之在我做主角的時候 你可能是我的配角 在你的那台戲裏面 我又做你的配角 其實很有趣的 可能我和你一個劇團 沒錯 所以我們又遇到這一輩子 可能之前我們有很多姻緣是不知道的 但很有趣的地方 在我們每一世的學習裏面 就是我們有些互動 都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明白 好不要說那麼遠 這個是上集來的 是 那接下來是怎樣 那個倉鼠跟我說 就是她那個女生需要做儀式 她還給了一個印象 我就是一個道士 在那裏拿著一把劍 還有拿著有些雅 破地獄 破地獄那樣東西 還有跟那個女生說 那個女生有很多反應 那個女生會覺得 不是吧 她懂這些東西嗎 正常的 正常 她亦都覺得很神奇 就是那個女生 那個早上 剛剛和其他家人爭吵一個問題 就是爭吵 好不要和爸爸做一場 道家的法事 因為那個爸爸 他是沒有信仰的 所以那些家人說 就不如和他做一個道家的法事 可能找一個道士來做一些儀式 那個女生本身是學乎的 他就覺得 他不相信這件事 和覺得不應該 他爭吵是不想做的 他覺得很神奇 就是似乎那隻倉鼠 好像知道一些東西 實際上他沒有跟那隻倉鼠說的 所以覺得 他都不會在家裡聊的 是的 為什麼他會知道 但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 但是倉鼠仔他就覺得 其實死亡並不是終結 死亡只是一個階段結束 然後靈魂再去下一站 去再學習 所以他就不是看得死亡那麼恐怖 他反而覺得是 爸爸不知道自己死了 多次又再去死一次 不斷重複 他覺得好像困著自己 很希望爸爸快點去到有光的地方 下一站是嗎 沒錯 簡單地說 我的認知 可能聽眾未必清楚 其實就 好像我們都聽過 如果有些人如果跳樓或者突然死亡 或者突然死亡 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就不斷地把那個情景 去不斷地回復 其實電影都做過 其實他爸爸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不斷地回復 又不斷自己走 沒錯 為什麼 所以有時候做這些法事 就是給他一個訊號 好像敲醒他 其實你已經死了 好像我們看那些 荷里活的片 靈魂回去見到自己的屍體 就知道自己 其實我真的死了 其實也可能有些不捨 他想回到自己的身體 但發覺無法回去 還有當他見到 譬如有人開始燒紙錢 又或者有人開始燃磨 之後他就知道 哦 原來我已經死了 是 那就可以去下一個站 那就不用再困在那個時間點裡 明白 這個我知道只是 這個故事的一半 沒錯 這個故事還是很長的 那就要看看時間 OK 我想夠不夠時間 可以說下去 我盡量快點 其實就是那隻動物 後來都死了 那個女孩就說是他害死的 那就是因為那個動物 就是那個倉書 他放在爸爸死的那段時間 他放在一個地方 然後他又怕著自己 那時候他也為工作而煩惱 那他就沒有理到那隻初處仔 於是後來他就 初處仔就是缺水 那就死了 那這個就是那個故事 但後來那個女孩就做了我的全心工作坊的學生 那我才知道原來的故事是更多的 其實那個獸醫跟那個倉鼠打了皮下水之後 就說其實倉鼠其實都是救不了的了 那那個女孩就應該是馬上拿一隻倉鼠回家 再對著倉鼠去跟他去過 去相處去過最後那個時刻的 那那個女孩 他居然就走了去快餐店去吃東西 因為他想醫肚 那他吃完東西之後 覺得還有時間 不如拿些手機出來玩一下 然後那隻倉鼠就在旁邊 就是繼續這樣等死 那所以到回到家 即是隔了很久了 他回到家 把倉鼠放在籠裡的時候 他最記得的是 倉鼠是用一個很優威的眼神看著他 而且是沒有氣了 那其實呢 他覺得其實 他除了之前是沒有餵他 沒有理他之外 其實他還做多了一些事情 但他這件事從來沒有說過 那究竟是什麼呢 亦都是一個這件事 引致到他去學動物傳心的 是嗎 沒錯 但誰知道 真的很像演戲一樣 然後又有另一個故事再出來了 是 沒錯